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这一规定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一中全会要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比如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在十九大闭幕的次日举行 全会选举产生了二十五人组成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选举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还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 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批准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 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值得关注的是 自十三大开始 一中全会结束后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会与中外记者见面 比如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便和当选的另外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孟主编 通过我和专家的解答 希望能帮助您更好了解一中全会的情况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会新闻 感受中国的政治脉动